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万不能排除 那么一个不能排除的可能性 我们做了哪些准备 这些准备够吗 我们过去在节目中常用林玉芳 林教授一句话说 两岸关系上不能让共产党在政治上感到悲观 在军事上感到乐观 除了不能让共产党在军事上感到乐观 我们是不是也在政治上能够哪些事情 不要让对方感到那么悲观 还是说不管他就让他悲观吧 今天邀请三位来宾跟我们做深入浅出的分析 第一位是老朋友国防部资深咨询委员宋赵文 宋大哥 你好 观众朋友好 第二位是前熊山的总共同师张成张老师 大家好 谢谢你 第三位是老朋友王世奇 大家好 讨讨论之前先进一段相关的新闻画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邀请不吝点赞入 作為三軍統帥 我對國軍的要求 就是勇敢面對 有錯就改 互方自主的這條路 從來不是順風順水 但是我們不會 因為個案的挫折 影響國建國造的決心 我是三軍統帥 國軍有困難的時候 我一定會一起承擔 OK 總統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稍微注意一下他的措辭 他說沒有人會排除 大陸攻台的可能性 他選擇用大陸兩個字 我想還是在總統所謂兩岸 所謂維持現狀 在中華民國現行的憲法架構下 大陸跟台灣是兩個 所謂分治的地區 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他並沒有用 過去比较民進黨籍的朋友 才說搞中國 那等於沒有用這個語言 我想總統還是一個法律學者出身 他知道他現階段 對中華民國統治的法理基礎 他還慎重的選擇的 比較嚴謹的措辭了 不排除北京對台動武 蔡英文任何決策都必須計算成本 這非常典型的 現代的經濟學的概念 你的成本有多大 你才能做多大的效益支出了 不同於去年在中科院的年終查會 而是改成 沒有人會排除這個 所以武統的可能性 並且強調 看兩岸決策者是不是理性 任何決策都得計算成本 我想這句話也在提醒 大陸的領導人 任何對台灣的決策 都必須考慮他現階段 以及未來可見跟不可見的 龐大成本結構了 相信大陸領導當局 是理性的決策者 任何對台動武的可能性 應該都不在決策思考可能性當中 兩個問題絕不是軍事武力解決 應該是用和平的方法 這是去年的12月29號 在中科院的年終記者會的講法 還是提出呼應和平 才是兩岸終究的終極解決之道 但是最近的這兩天的訪問說 沒有人會排除 這個武力攻台的這個可能性 那外界認為兩岸談判 已經終止的問題 蔡總統認為這必須看談判 是什麼樣子的意思 雙方溝通應該還是有的 這個溝通不是我們有這個需求 他們也有這個需求了 對於溝通 蔡總統認為溝通是可以減少誤判 一旦發生誤判 對雙方來講都不好 所以雙方在某一種層次 跟某一範圍內 還是有在溝通 所以我想蔡總統也很委婉的告訴我們 不是完全斷了 事實上一些特定的層次 特定範圍內還是有溝通的必要 但有人說是不是只是那什麼 文件的電傳傳過來傳過去 那個是不是溝通了 我們等一下再試著了解看看 蔡總統指出不能為了談判而談判 不能為了談判而去接受 我們不能接受的條件 或者是政治前提的 老師怎麼看 就是說總統這兩次講話 有人說前面一次比較軟 那大概還不到二十幾天吧 他就相對有比較硬 你認為這裡面真的有軟硬 這麼明顯的差別嗎 因為大部分在十九大以後 他們的將領公開宣稱 以後這個繞 他們叫繞島的軍事訓練 要實戰化 要實戰化 所以他們的轟溜 還有他們的航母 來繞台的時候 他們的軍艦上面都是帶著實戰 就是一有狀況就很有可能會 會插槍走火 OK 而且實際上我覺得是這樣的 因為民進黨政府是否定九二共識 他知道這個後果 就直接踩到中共最後的紅線 你踩到它紅線以後 你想跟它進一步 能夠談出什麼結果來 那是難上加難 那叫做圓木求魚 那是不可能的 對我們這個 在沿海的飛彈的部署 像這個彈刀飛彈 巡弋飛彈 現在把S-400 我們叫S-4洞洞 跟俄羅斯買的長程防空飛彈 也都開始向這邊來部署 他一共買了六個營 研判浙江福建這一帶 可能會部署三個營 這個S-4洞洞飛彈很厲害 我們的戰機起來 就在他們的射程裡面 就在他們的射程裡面 那就對我們的空軍有很嚴重的威脅 OK S-4洞洞是這樣的 那中共的很多的動作 就是擺明必要的時候 我就會動手 講得很清楚 而且我們也知道 他在反國家分裂法案裡面 講明了 得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OK 也就是說賦予他們解放軍 在採取軍事行動上的所謂法理基礎 對 他們的領導階層 這個中央軍委會 就是直接領導解放軍的 甚至有很多部隊 像他們火箭軍以前叫二炮部隊 都是直屬這個中央軍委會 他也有一個應急作戰部隊30萬 也是直屬中央軍委會 一聲令下就可以動手 他中央軍委會的這個勞大 就是習近平嘛 是不是 所以他們這個黨在控制軍隊 牢牢的掌控 只要一聲令下就可以這樣做 我想可能是 蔡英文應該有進一步的了解以後 才會講到說 誰都不能排除 他們會這個武力攻大武 所以領導人的研判是說 可能最近有一些 譬如說可能解放軍 比較鷹派的一些資訊 讓蔡總統在二十幾天之後 會修改他以前在年終記者會裡面 相對比較訴求和平 而採取一種提醒台灣老百姓 對 最多解放軍的攻擊 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 因為他要了解這個中共是不理性的 我們看這個1950打韓戰 1979打中越戰爭 都是沒有任何爭吼 忽然就打 就這樣 都認為不可能他就打 年1950他一個軍 將近10萬人度壓濾江 就直接投入戰鬥 1979 50萬部隊從廣西雲南東西兩面打進北越 你想不到 沒有一些很明顯的徵兆 連這個你看這個越南這個部隊 越南的軍隊 越南打了100多年的仗 從島主跟滿清開始 然後打法國的智能戰爭 對 法國還打日本跟美軍 是 他那麼有戰鬥經驗 他都不知道有50萬大軍東西兩面打下來 他都不知道 OK 他們在作戰 這個攻其不備 出其不易 這八個字他們做得非常的好 我要說做得非常的好 是 張老師 這個當然國防部隨後也有些 呼應總統的發言說 大陸攻台未排除 國防部我們時刻警覺 在做必要的嚴密的監控 那同時有一個最新的說法說 中共的文攻武嚇多 國防部在月底 在月底 三軍會操演回敬 大概目前公開諮詢說 大概30 31號安排媒體 參訪陸軍花蓮港反突擊作戰操演 空軍地基飛行訓練 聯隊IDF F51 整補起飛等等這些相關的遠訓 老師您除了是武器專家 您的戰略觀也非常的精準 我大概問一個比較豬頭問題 雙方兩岸會不會變成叫做軍備競賽 軍備競賽可能在談軍事常用的一個概念說 在指和平時期 敵對國家或潛在的敵對國家 互為假想敵 在軍事裝備方面展開質量和數量上的競賽 最有名就是冷戰的時候 美蘇為了維持恐怖和平 大家要比看誰的按鈕比較大顆 誰的核子飛彈多等等 那維基百科上面的資訊顯示 正在進行中的軍備競賽有哪些國家 當然最著名是美國 中國 美國 俄羅斯 日本與中國 俄羅斯與中國 歐洲與中國 俄羅斯與歐洲 印度與北朝鮮 印度與巴基斯坦 印度與中國 以色列與埃及 土耳其與敘利亞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被列進去了 那另外一種說 長期維持龐大的國防預算的兩個鄰國 包括中國跟美國 他們在軍費支出的絕對數額是很大的 比例可能不高 但是那絕對金額很大 哇 那個千億美金的嚇死人了 OK 沙烏地阿拉伯 約旦跟以色列 他們軍費支出佔GDP的總量比例很高 特別是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 挪威 芬蘭 瑞典 俄羅斯 人均 軍費支出 數額龐大 挪威芬蘭人口不多 但是他們都是非常高科技 非常現代化的軍事裝備 所以金額很高 那除起來就說 每個人人均的經費支出就很高了 那另外一種 長期維持巨額武器進口量的兩個鄰國 包括土耳其 希臘 澳大利亞 印尼 印度尼西亞與馬來西亞 老師會不會有陷入這種恐怖的軍備競賽 軍備競賽是一個 在經濟學上是一個最沒有效益的競賽 往往競賽到半天只為了什麼 面子問題 只為了川普跟北韓年輕的小朋友說 誰的內科比較大科 OK 我這問得有點豬頭 您的觀察呢 我這樣講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軍 在建軍以來到現在 從來沒有用過優勢武力戰勝敵方國 OK 我們都是靠的是士氣跟智慧 智慧 我們一向都靠這兩個東西 從北伐到抗戰 一直到國共 到台灣兩岸的對峙 我們從來沒有是在優勢過 那在從來沒有優勢過 我們剛剛提到用智慧 比較一個新的一個名詞 我們講的不對稱作戰 是 這個不對稱作戰就是怎麼樣用智慧 來讓這個戰爭不要發生 我們不求戰 但我們也不避戰 不畏戰 但我們怎麼樣讓戰爭不發生 這才是我們的智慧 那用這個點來講 我就以雄三飛彈做例子好了 是 就是說 從1992年 民國92年左右 我們這邊的情資已經知道 中國大陸解放軍那邊 已經準備要開始建置 他們所謂的航空母艦艦隊 其實這是他們一整套東西的一塊 就是他們要開始把 遠海長航的這個作戰 從出第一島嶺成為南海海軍 空軍怎麼樣配 他們就整套的一個規劃在那邊 所以人家講說 解放軍那邊造船 像下餃子一樣的迅速 的確 我們能不能跟他一樣這樣做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維持台海和平 我們不是要製造爭端 但是航空母艦對我們的威脅 是確實存在 我們不能忽視這件事情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剛才講 我們要定義 您剛剛定義了什麼叫做 那個 那個就是 軍備競賽 對 那我把不對稱作戰 也做個小小的定義 不對稱作戰的概念 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怎麼樣用對方的 用我的優勢 來對對方的弱勢 做精準的 用我最強的地方 打對方最弱的 或是最難防備的地方 對 這就是不對稱作戰 點穴一樣 某種點穴 那我們再講 好 當初在民國92年左右 我們就充分的情資 他們要開始建立所有的 遠海艦隊的時候 包括航空母艦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航空母艦遲早對台灣產生威脅 所以那個時候 國防部就直接找我們去開會 說這件事怎麼辦 我們那時候就盤點 中科院所有的人力 就把雄山飛彈的概念提出來 OK 雄山飛彈的概念 那時候怎麼樣出來呢 我們那時候買不到 美國的魚叉飛彈 那時候有難度 那我們要反制航空母艦 我們去看航空母艦 它我們最難克服的什麼事情 然後怎麼樣變成它的弱點 是 航空母艦我們要去擊毀它 最難的就是它的鋼板特別厚 對 它鋼板還是特殊的鋼材 因為它要支撐整個飛機的起降 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 在這個背景下 我們就開始講說 我們怎麼樣用動能換胃能 我們換了速度 然後有很大的衝擊力 然後就把這鋼板穿破 所以我們那時候盤整中科學 那幾十年來的研發的能量 就好 我們用超音速反艦飛彈 做我們設計概念 OK 這就是雄山飛彈的起源 當然 加上那個時候 我們做了將近20年的 沖壓引擎成熟了 我們那時候叫做晴天載具 是 開始成熟了 那怎麼樣把晴天載具 小型化到反艦飛彈上 好 這就是我們一路走來的過程 那以這個意思來講 我們並沒有想跟它做軍隊競賽 OK 我們想做的是 在維持台海和平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怎麼樣讓它打得很辛苦 打得很累 打得很不值得 就剛剛講的經濟調整 打到某種程度 沒什麼有面子 OK 所以蔡總統講說要記成本 雙方都要記成本 這是我們中科學院 就是我們國軍在做這方面 就是在不對陣作戰的 第一個概念在這個方向 就是我們怎麼樣 我們不可以做軍備競賽 但是我讓你很辛苦 可是我還有第二個很重要的概念 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們國軍 尤其中科學院在發展任何的武器系統 我們都會思考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的自治率會多少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 它可以帶動民生產業怎麼樣的提升力 那我講中科學院有兩項很 我自己都覺得很引以為傲 我都覺得說 我以中科學院為榮的一件事情 中科學院在兩個方向的發展 是非常驚人的 第一個叫無能載具 包括飛彈 剛講的熊山飛彈就是飛彈 這個是非常驚人的 第二個中科學院非常強的一段 就是雷達通訊方面的技術 所以以雷達通訊這個技術 因為我在那個組也帶過 我做過長白雷達 研發過長白雷達 以雷達通訊技術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國內的4G 5G的 無線通訊的基礎 中科學院都掌握全世界最新進的技術 這些技術怎麼樣帶動民生工業的提升 是我們中華民國發展 國防科技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第一部分 我們講我們要打不退陣戰爭 我不跟你做軍備競賽 第二部分 我怎麼樣建立一個國防經濟體 以國防工業的發展 國防科技的發展 來帶動民生產業的提升 這才是我們要做的目的 OK 司機你怎麼看 總統這兩次講話 這個是不是真的 如外界那麼敏感的解讀 前面比較軟 後面很硬 前面是小鴿子在放 後面是老鷹出來了 你的看法呢 我覺得那個強度 可能也因為提問的方式的不一樣 讓他回答 但是我沒有特別覺得說 他有要驚嚇國人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他有某種程度的 提醒的意味 也就是說當總統自己親口講出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是在告訴全台灣所有的人民說 我們這種平安安逸的日子過久了 但是仍然是有危機存在 就是讓大家就是過一段時間 你總是要讓大家心裡面有一個提防 像董立文講發條的山項 對…不要讓他一直都鬆掉了 而且我覺得很大一個意義是在告訴習近平 我覺得他有一些是在跟習近平講話說 一個理性的決策者 你得要考慮那個成本 也就是告訴你說 你如果想要來犯台灣的話 你得要付出極高的成本 這也是我們 我們跟他們沒有在軍備競賽 因為那個條件本來就不一樣 就是他的確那麼大 然後他的經濟 他的財務的狀況 然後我們台灣那麼小 本來就不應該在跟他在金錢上面 在數量上面做這種比較 所以我覺得台灣還蠻厲害的就是說 其實我聽跑國防的 還有的媒體記者 還有國防部裡面的人 都其實都知道一個訊息就是說 其實台灣蠻強的 包括我們飛彈的數量 或者是我們就是 就是克星的概念 說你有這個 不好意思我們這個 就是專門克你的 就是以就是這個 一物降一物 對啦一物降一物的概念 就是說其實我們這方面還蠻強大的 然後再加上說 當蔡英文講說 我們這些包括什麼錢建要國造 我們最好能夠不求人的狀態底下 我們能夠盡量的自治 我覺得那個其實很棒 為什麼很棒是因為 我們就不用再仰賴別人了 我們過去常常因為國防的這些武器 然後被人家獅子大開口 然後所以可是我們又不能不買 所以我們就花很多錢 然後去求爺爺告奶奶給我們 那如果以後我們可以自己來的話 我們就會處在一個不求人的狀態 更何況後面衍生出來的 整個龐大的產業 以及提升經濟動能 降低失業率等等的 讓更多人有工作機會等等的 那些附加的那些價值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方向上面是對的 其實這個 從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方向 可是當時的速度坦白說慢 那也就是沒有很執著 很專精的在衝這一塊 我們要國造 那現在盡力往前衝 我覺得那個目標方向是正確的 的確 如果從這個國際的地緣政治的戰略去看 1950年7月31號 那時候的聯軍統帥麥克阿瑟來台灣訪問 老蔣總統 親自在松安機場迎接他 他那時候講麥克阿瑟說 台灣是一艘永遠不沉默的航空 民舰 我想也不必忘志菲薄 但也不能夜郎自大 OK 台版的神盾艦領閒 國軍未來20年12項國艦國造計畫 已經慢慢不僅有雛行出來 也有開始具體的動作 也已經慢慢產生了 國軍未來20年的國艦 這個國造案 包括打造新型的 兩棋船污運輸艦 叫洪運計畫 潛艦國造的海艦計畫 以及新一代飛彈巡洋艦的 震海计划等等 陆续都有新闻出现了 那特别引人注意的是 又要以产出台版神盾舰的震海计划 以及要打造8艘1200吨到3000吨 潜艇的海舱计划最受瞩目 宋大哥怎么看这个台版的神盾舰 跟我们潜艇自制的海舱计划 它在战略战术上的 关键必要性跟影响性在哪里 先来谈我们台版的神盾舰 我们是有这个绝对的能力 造出神盾舰 也没有问题 这个神盾舰就是 包括很多人质疑说 那个像电射控 电站社会都可以 因为刚才我们张诚博士讲 我们在电子这一部分 电子通讯雷达这一部分都非常强 其实神盾舰就是它的雷达非常强 多目标接战 早期预警 多目标的征收 这个都是神盾舰 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没有问题 长白雷达也是很好的雷达 把它转用到神盾舰上 这没有问题 一定造得出来的 那神盾舰来了以后 我们的战略空间就大 像神盾舰我们会放什么武器 放这个天宫山形建设的宫山 OK 它100多公里的射程是垂直发射 对不对 上面可以放雄山 甚至也考虑 是不是可以把雄二一摆在上面 就是这个巡异飞弹 但是我们还认为巡异飞弹在岸上比较好 不要再踩上去 你只要有天宫山形的这个海 我们叫建设的防空飞弹 再加上雄风飞弹 这个东目标作战 在海上自己的存货力强 战力强 然后拓展我们这个海上的空间 它不管是对空对海 以及对水下 它征收能力都非常强 我们是有这个能力造出来 是没有问题 OK 这里面也提到说 这个神盾舰的镇海计划 大概在2019年 会开始建造首烧的原型舰 那舰期大概需要二到三年 后面就开始会量产 我们大概要是 大概是六千吨级的 大概我们要烧六艘 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们也不需要太大 像那个八千吨一万吨 六千吨就可以了 适合我们国防的需求 宋大哥 现在谈潜艳 我有个疑问就是说 可是像我们其实还蛮精实的 就是我们的队伍 我们的这些武器 可是今天就在今天 中国的那个环球时报 就是他们的官媒就说 蔡英文就只是一个省长而已 所以你们的国军 就是一支仪仗队 就是只会在那边 对 他们用这样子的方式 在形容我们的国军 我没有可以形容他 他们是僵化的队伍 像僵尸的队伍 我们可以形容他 我们绝对不会是 只有仪仗而已吧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跟你说 环球时报是一向对我们 攻击起来 这个不遗余力的 他讲什么 当他放屁吧 你不要那么在意他 我跟你说 他讲的太多了 他说 五万个解放军就占领台湾了 这也是环石讲的 是不是 他说打这个导弹 打个几百颗台湾就投降 这也是他讲的 是不是 他们的新浪网友讲 他一百架直升机 就可以帮我们台湾 就可以过来了 就飞过来 他们这些人不是很懂军事的 然后在做一些 很可笑的一些的主张 所以根本不可能 我觉得是很笨的 是很笨的 他这样子只想 真正懂军事就会笑他们 你怎么不懂 太外行 台湾的战略 全世界排名16 也是不差的 你如果说你真这么厉害 那还等什么 你来打 还等这么久 一等等六九年了 等这么久 是不是 好 那我现在再回答 回家的这个浅见的问题 浅见的部分 浅见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我他会用三个非常信用 因为如果说浅见有的话 你到我家来 我到你家去 你的三大舰队 统统在威胁里面 我们的浅见一定是重型浴雷 我们未来的浅见 一定可以发射 在水下发射飞弹 我们现在的浅见已经有 我们买了 我这个不算限运 已经买了36枚在水下 水下发射的鱼叉飞弹 我们两艘浅见 每艘18枚 我这也不算限运 而且我们自己已经试射过了 都很命中 在水下会怎么样 你若要来我们这里 就是南北两端 你不能从台湾肚子下面 钻过来吧 南北两个放一艘就好了 在适当的位置 水下浅见就用厅的 然后把天线放到水面来 我们叫静音中旋 它就旋在海面之下 但是这个高度 它不是在很低的深海 是比较在浅的一个高度 差不多50到100这样的一个高度 在那里没有 不发出任何声音 就静音中旋 就站着不动这样子 然后听 可以听得很远 700公里以外都听得到 然后也浮出自己的天线 接收什么 接收我们的讯号 OK 我们现在可以用数据链路 来传输信号 接收我们的讯号 告诉你敌箭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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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听到知道以后对不对 他的水下不声不响 一次发射6枚 对不对 然后再迅速装填 再发射6枚 哇这就很可怕 12枚反舰飞弹过去 就很可怕 OK 但是如果说我们有8 我们真的是有8艘 再加上我们2艘建农具 一共有10艘的话呢 那就除去在南北两端之外 还可以到你家去的 那就是不一样的 OK 可是我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对我们有计划 有这样的毅力 有这样的魅力 花造钱不可去 非造不可 是可以 但是潜建毕竟是一个 非常尖端的一个高科技 那美国的当然它不会卖这核能潜建给我们 是不可能 对不对 日本也不可能把苍龙级的潜建卖给我们 我们要的潜建 是最好的潜建 要跟大陆上 所谓的静音黑洞 它们叫拉达级 现在我们跟俄罗斯买了四艘 它们是合作建造 它们也有基洛级的潜建 也是比它们 大陆自己造的潜建 这个水下噪音都蛮大声的 美国人都去港口里面给它们拍个照 美国人在它们的主要的军港附近 都有水下的听音系统 它们的潜建传之出来以后 配合人造卫星的征兆 就把它们的升文参数全部都获得了 所以它们的潜建没有那么厉害 对不对 我跟你说 我讲一个举个例子 大概是七年以前 他们就讲说在苏比克湾的外海 美国有一艘神盾级的驱逐舰 伯克级 伯克 然后他说 它们的一艘宋级的潜建 在那个伯克后面突然浮起来 把那个伯克级的美军 都吓到尿裤子上 这就是吹牛吹得太凶了 你潜建你在水下的 你的树立是多高 你十节以下 对不对 那伯克级在水上 基本树立是三十节 你怎么可能跟它跟得很久呢 吓死它说跟踪 这个都是自己的存油 它们常常发给自己 这个最大惊喜奖 自己发给自己 OK 是 那我们的险下 我继续讲 我现在比较担心 我最担心就是 你要面对人家最先进 最精锐的潜建 而我们没有任何 造潜建的经验 我们都需要去突破很多困难 日本人不会告诉你 我唱东西怎么造 不会讲 OK 德国人也不会告诉你 我的财力潜建怎么造 我不会告诉你 我们要造的是 我们叫有AIP系统 就是在水下 可以不要浮起来换气 不要起来充电 这种潜建 叫AIP的潜建 那我们现在造的是 您期待的这样子的潜建吗 我认为我们第一艘潜建 可能不会有AIP吧 AIP是最先进的 是 是最先进的 所以蔡英文就说 先造一艘出来看看 因为你必须要先造一艘 你不能同时 一次造八艘出来 不行的 你出来以后 这艘潜建出来 你把它造起来出来 要我们作战测试 我们叫海测 海上的各种测试 很严苛的测试 你深浅 你是不是浅到海下 300 400公尺以下 你这压力壳 还是很安全 你这些 我们这个台船这些人 拍胸壶 说什么没问题 是你一讲没问题 海测的时候 希望这个台船的董事长 跟总经理 通通上去 OK 好不好 那个双方言讲的新闻 说潜建国造 要做几艘潜水艇 蔡总统说 先做一艘看看 这是那天他接受 媒体专访的时候 重点是里面这个内文 很有趣 这个新闻是明报的 后来很像他也卸下来的 不过他演书没有效 我们看到他说 总统怎么讲 蔡总统接受 电视专访 谈到潜建国造相关议题 主持人问他说 我们能做潜水艇吗 总统说试试看 我们应该还有一些 需要突破的 但是只要我们持续的努力 我相信有些障碍 是可以一样一样来排除 事实上目前是有障碍 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障碍 主持人问说 那现在有在做吗 总统说 现在都是在设计研发的阶段 主持人问说 有要做潜水艇吗 蔡总统表示说 我们的计划是要做潜水艇的 那主持人问说 那要做几艘 总统说先做一艘看看 如果我们如果说 自己发展出来潜水 制造的能量的话 后续制造几艘 那就不是 就不是问题了 那主持人就说 只要第一艘能做出来 那就不怕后面的就对了吗 总统答复说 但是我也必须讲 我们是有些关键的技术 关键的问题要去解决 但是假以时日 我相信我们应该有这个能力了 郑老师 怎么看 这些关键的技术 如果在特定的时程里面 我们没有突破的话 是不是要走回老路 不要去看外国人 外国人要看人家脸色 我又不卖给你 那我们会不会在 这个关键技术上面 会在原地打转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这样子 我们现在谈潜见国造之前 我们看看历史 我们国机国造怎么做的 国舰国造怎么做的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潜见国造怎么做 才可以安全地做出来 我想这个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脉络 我们去看我们国机国造 怎么做的 我们现在一开始讲的IDF 在IDF这里有AT3 在AT3这里有F51的装配 就是在台湾装配 组装 那在直升机的部分呢 以前的UH1H 也是在台湾组装的 也就是说我们先从 跟国外从组装开始 吸取一些经验之后 从组装的过程中 吸取什么经验 一个生产线的经验 然后在AT3教练机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有 跟美方的一些技术合作 到后来的IDF 更广泛的整体的技术合作 我们把IDF做出来 国建国造从什么开始 从最早的海欧飞弹快艇开始 那个时候是游艇 比较小看海欧飞弹快艇 它成就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 雄风一型飞弹 是在海欧飞弹快艇里面 开始服役的 而且验证成功的 第二个 那个我说那是游艇 但是也创造了 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游艇业 这是我们国境国道的起步 在有这个基础的经验之后 当然加上十大建设的 中钢跟中船的成立 那我们后来再做 所谓的那个派理级 就是叫成功级舰的时候 跟美国合作 拿了派理级的蓝图来研究 来中船 现在的海船就做出来了 这个过程 到后来我们油弹补级舰 盘石舰 人家做出来 万顿级的都做出来了 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都是由小做到大 由简单做到复杂 这是个过程 那我们先看我们潜舰国造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先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潜舰 答案是正面的 我们绝对需要潜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整个海军的战力部分 有所谓的它的空房 空中的水面上的跟水面下的 我们水面下现在稍微弱了 因为我们只有两艘建农级的潜舰在服役 那面对中共二三十艘的核动力潜舰 跟四十几艘的常规动力潜舰 我们实际上是太不对称了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水下战力 但是我们如果现在水下战力 如果回归到刚才我们看过去的历史 过去军备发展的历史来看的话呢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从简单做起 先不要做复杂的 什么意思呢 我刚刚提到中科院有两项很大的专业 一个就是无人载具 另外一个雷达通讯方面 我先从雷达通讯来讲我们的潜舰 当初我们中科院有一个单位 他们做的叫智慧水雷 什么叫智慧水雷呢 那个水雷平常常在海底下 当我有威胁的时候 它就浮到它该到的地方就位 然后执行它的任务 它好厉害哦 不需要的时候再收回去 我讲的好简单 大家讲一件事 我刚刚讲雷达通讯 讲的是微波动讯 水底下微波过不去的 那是声波跟光波的通讯 中科院这方面技术 掌握的还蛮好的 好 既然是这个样子 我们中科院对水下技术 也不是完全陌生 虽然做个水雷 跟做个潜舰 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也不是完全陌生 我们就某种程度 掌握了一些事情了 好 从这个点来看 我比较建议的 潜舰在军事潜舰 潜舰上面大概分三个等级 从排水量来分 600吨跟1500吨 600吨以下的 我们叫做微型小型潜舰 超过1500吨以上 2000吨我们叫做大型潜舰 中间叫中型潜舰 如果我们现在潜舰国造 一开始走大型潜舰的路 我觉得是个高风险 OK 我们为什么不能从 无人载具的概念 您上次提过 像类似像这样的是不是 这种画面上这种 就无人操作的 对对对 有人叫无人潜舰 有人叫什么 对对这种潜舰 小型的很小 你先做小型的 对对对 小型的 因为我刚刚提到 我们中科院的水下通讯能力 并不是大家想象真的那么弱 我们先做无人潜舰 因为有人跟无人载具差别在哪里 我讲飞弹跟飞机的差别 我做个飞弹 因为上面没有人 所以考量的因素就 factor参数就少 好多了 我举个例子讲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飞弹 三倍因素 一个人坐在上面三倍因素 他怎么受得了 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先从小型一样具有攻击能力的小型潜舰先做 先做一艘嘛 对 成功的再说 而且更符合我们长期讲叫不对称的作战优势 对另外一个也可以 这是刚刚老师讲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无人潜舰没有生起来换气的问题 OK 他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有些所谓关键的障碍 或许我们可以bypass 就绕过它 但是又维持一定数量的攻击的优势 那600吨的微型小型潜舰 一样可以发射于插飞弹 一样可以做 也可以发射于雷 这是都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我比较建议 如果说现在我们潜舰的研发 还在所谓合约设计阶段 还没到制造阶段 那合约设计阶段 当初投资了三十几亿下去 那我想我们是不是要 在方向上做个调整 重新再思考 未来应该重点投资的 潜舰的项目是什么 对另外我想再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国军的 我们国军的所有的武器装备的研发 都有接续连续的 当然是在蔡总统任内 他上台之后宣布了 潜舰国造这么一个项目 但是我真的要替海军讲话 其实潜舰国造的 这个概念的计划书 是在蔡总统就任前的国防报告书 就送到立法院审的国防预算书里面 已经提出来了 这个是很确定的 所以在前任总统的任内 事实上就已经在做 就叫做海昌计划了 好 我们在转VCR之前 有一个新闻或许带一点点 让人家惋惜的地方 台船明年初要建造潜舰的厂区 他为了承接这个潜舰制 要先造一个厂区 首艘估计2024年下水了 OK他大概这个新闻稿里面讲说 他要盖6到8艘的潜舰 而且为了要走向所谓造船跟修船合一 让业务量能够更稳定 这相关一些新闻画面等等 他新盖的一些船屋等等 那他也说 因为没有承染到庆富延染的烈雷舰 他说这反而是因祸得福 他有什么说法等等 他也说第一艘2024下水 那总预算大概400到500亿 到底要花多少钱 要看海军最后的需要 不过今天有个新闻出来 台船去年大亏58亿 60名主管带头减薪 他说基层员工不减薪 那主管要减薪 我们看一下台船 他已经是一个股票上市的公司 他的资本额大概96亿 那亏了58亿 大概一半以上的资本额已经亏损了 现在的董事长是由郑文龙先生领导 他过去做过 担任过民进党的公司 在高雄市政府担任过副市长 也担任过公共工程会的委员 他是土木工程的博士 我觉得照浅见是我们赋予台船公司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国家任务了 他真的需要专业中的专业人士了 财务上的亏损可以检讨 但是我更要问一下 做一个土木工程的博士 过去的这些相关的政府工部门的历练 你足以领导这个专业中的专业机构吗 那我们先进入博士 走 一二三 一二七 一二 二ette 一二 二ette 二ette 好 二ette wat 她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回到现场 这是国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我们华人部队的演训的一些实况 请教一下这个老师 这个M503航线这个问题 在特别在春节的前夕 闹得沸沸扬扬 很多说这个搞半天 最后受伤是要返乡的台商 真的是这么简单的推论而已吗 老师 这个我是觉得我们的陆委会 这个对不起 我要用低能两个字来形容 低能 对 你处理这些怎么处理的 你张晓越是喊话 对不对 你要对所有的后果你来负责 你这是什么 你就更威胁人家吗 他已经这样做了 你再出现威胁 老师你有带一个手板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 M503航线 目前是一个商业用途 那商业用途 当然在主权上 这个当然有点争议存在 对我们其他有没有一些影响 你能有判断吗 当然 你看在这个M503出来以后 是 这边它的 当然它迷航机就很多了 对对对对对 一直在飞了 那我们监控的雷达 复合就中了 就要算 你这是从哪里起飞的 是 你取向哪里 这会不会可能是 这个有其他的飞机飞过来 可不可以他们来一个木马图层记 是 这个就是 这个 假装是迷航机 然后是 骑士是军机 就突然转向 对我们怎么样 这个同样是在压缩我们在这边的 空房的一个空间 OK 压缩我们的空间 是 像我们的长城的防空飞弹 像我们的工山 像我们这个爱国者 这些长城的防空飞弹 也是可以在打到这个地方的 可是 如果这么多的迷航机 你迷航机跟军机在雷达上 都是一个光点 OK 你分不清楚 所以除了商业上面 在我们的国防军事上面 也有一些把战略空间 压缩的这些问题 对 那么您刚才批评说陆委会 您用一个比较强烈的字眼说 它有点 低能 低能 OK 好 那你有什么建议给陆委会说 在 有没有需要做法 不是 你要展现 你不要一开口就骂人家 OK 所有的人要你付 然后后面呢 就说 这个减班 春节 这个台商回家我减班 你这是 这是阿Q的精神 你知道吗 你敌人在骂你 好 你说我打我自己耳光 就代表 我打你耳光 就自打耳光 自打耳光 你不是 你损害到我们的台商吗 我们势必要 其实 我的朋友是台商 他也跟我讲 他说 其实他说老师 我真的也不愿意说是回 到了金门以后啊 用船啊 再把我们运回来 或者做军机回来 他那个军机 那个腰山洞已经做过啊 那是不太舒服 声音很大声啊 OK 他们真的是不愿意这样 但是人家现在已经讲了 通通到厦门去 然后把你送到金门 这个把这个烫手的山鱼丢给你 你自己看的办 张老师 可是就说民航机的航线 事实上都一定程度要协商嘛 大家来说嘛 那如果单方面都unilateral 就单边主义的话 事实上对我们国家的主权 对我们国家 就算在中华民国现行的宪法体制架构下 两岸分裂分治 我们的有效治权也不太尊重 您的看法是这样吗 我这可以回应刚蔡总统的讲话 在电视台的讲话 其实在我的观察里面 共产党是不可以信任的 是 从以前我们国民政府跟共产党 打交手到现在 哪一件事可以信任的 当他强的时候他就霸道 当他弱的时候他就跟你求和 一向都是这个样子 M503航路这件事情 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我们先从聚观来看 在所谓的国际民航组织 iCare这种架构下 他有一个默契上的规范 就是相邻的所谓的航空区 如果要规划航道的时候 航路的时候是要做协调的 这个我想就好像怎么样 我今天要从你家门口过去 我要跟你打个招呼 生招呼 对 要打个招呼 这才合理嘛 他这个M503航路 他当初在几年前 2015年他公布的时候 就是单向公布的 他并没有跟我们做任何的协商 当初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包括在马总统任内 他就单边主义了 他就不太理你了 对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这件事情我来看的就是说 我们的国力还是不够强 今天我们如果国力够强 他敢这样做吗 今天我们就是国力不够强 所以他就在马政府时代 2010年他就这样就开通 那时候马政府努力的跟他沟通 说先由北向南通 由南向北不要通 那几个支线先不要通 对 为什么 因为跟我们的防空需求有关 OK 是 那跟我们的安全航道有关 我们希望先这样 但你一定要通 讲真的是在你的家里面的路 我也不能叫你不通 可以 那这个某种人取了一个互相尊重 那我们因为国力不够强 他现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以国内航路 他们国内的航道 OK 他是的确 航路的 这是我国内航路 我必须 我们讲这个外环道好了 我必须要用外环道来疏解我国内的航路 所以我就要用了 好 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 他用了一天就没智慧我们 先用 就先用了 也不跟你讲 对 当天飞机起飞之后呢 才告诉我们说飞机要过去了 这对我们航管能言是多么震撼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我先这件事情我来看就是这个国家 我们不讲统独问题 而是一个难沟通的国家 OK 很难沟通的国家 那这么难沟通 他到底想做什么事情 他想告诉我们说 你要听我的 就是我讲我们跟国民政府 跟共产党大打交道 到现在来不及 他强的时候他就逼你 他弱的时候他跟你求和 他一向都是这个样子 OK 那这件事情我来看就是 如果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有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国家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遵守 国际的公约 在国际的民航管制条例里面呢 飞鞍永远是第一因素 所以在所有的航路上面 是不能有任何的军事行为 OK 甚至你不能坐在那边做干扰 不能有军机在里面 是 理论上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对这个共产党在 是理论 跟他的实际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 美国为什么到现在 不好意思 连个屁都没放 有吗 有吗 美国一直有发言 他怎么说 美国又说中国不可以单方面做这些事情 他也是那种说不能单边做 应该要 两边要好好做下去 OK 美国只有讲到这样子 是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这件事情的背后 如果 中国那边完全没有 知会过美国他要做这个动作 也不太像 那不更恐怖吗 我已经告诉了老美 老美就喷喷口水 不能单边 两边巧 可是又没有实质介入 那不是某种程度 就耍了我们台湾一顿吗 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不是iCare成员 因为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听说这个组织 现在是大陆势力比较大 这很正常 因为它外交势力比较 这很正常这件事情 我倒觉得我们政府怎么样利用这个机会 凸显 在国际中凸显 我们在这个国际民航这件事 我们是被打压的 这个国家这么不尊重 所谓的民航的安全 应该把我们拉上iCare的谈判桌上 我们在iCare的架构下来谈 因为我们不是iCare的会员国嘛 我们不是会员国嘛 那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走进iCare的谈判桌上 我们用对等的方式 好好来谈这件事 我想这是我们国家 应该努力的方言 利用这个机会 其实有啦 就是美国有在帮忙做这件事情 但是还没有结果 而且这件事情我们也不能说 有啊 美国有帮我们去 这件事情不能在那边大声嚷嚷 因为最近黄街震老师有个看法 说这个议题真的是 就像老师刚才讲说 有点麻烦 就共产党一手印一手软 很麻烦处理 他说因为厦门有个叫祥安的新建机场 大概在 这是我们金门岛上议机场 祥安是在这个大登岛旁边 做一个填海造地 一个新的国际机场 旧的叫厦门的高企机场 说这个大概使用量不够 他新盖一个 所以这个很近 那个签罩很复杂什么 起降的高度什么 所以他说应该要谈 结果就是不跟你谈 好 我看黄老师这么聪明的学者 他都说很麻烦 他只能说一直说 很麻烦 我知道他这个很麻烦 背后有很复杂的 他一些 可能一下子不能讲清楚的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还是我们持续观察 这个新闻的发展 那我们再回到这边 我们最近都有一个新闻说这个 我们一个叫赤真飞弹 说交了250个 这是个什么样的武器 听说过去是 在移动的车辆上 现在可以变成是 单兵 单兵 OK 老师您让说明一下 是 赤真飞弹 这个是很好的飞弹 赤真飞弹 我们看一个武器的好坏 要看它的战果 赤真飞弹打落直升机 跟包含米格21 这样的这个战机 一共打下的是270架 270架 他虽然小 可是威力强 没有 它是短程的野战 近距离 大概 射程大概就是4800公尺 大概4.8公里 但它有一样很特殊的 就是说 它跟一般的飞弹不一样 我们一般的飞弹 打这个飞机 打过来以后 它感应到 它就在外面就 砰炸 用它的碎片去伤害 赤真不一样 赤真是穿进去 穿着 穿进去爆炸 它那个弹头3公斤了 3公斤就很强了 穿进去爆炸 在里面蹦一下 是专门打直升机的是不是 不是 直升机 战机 通通可以打 运输机包含 散兵的散将机都可以打 散兵 如果人家在跳散 要散将的时候 它的高度是很低的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点 那个苏联入侵阿富汗 看到阿富汗反抗军 拿一个这样就 啪啪 就把它打下来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东西 我跟妳说 美国CIA 是 那个时候 是 那时候阿富汗反抗军 被苏联这个武装直升机 对 逼着 没有地方可以躲 对 那个很辛苦 躲到洞里面 对 后来美国这个CIA 给他们500枚 OK 绝地大反攻 这个就把这个苏联的这个直升机 然后打落100多架 然后逼着苏联就没有办法 从阿富汗撤退 对 它失去了空优了 是 这个这个飞弹是短程很好 我们现在进来以后 我们 我们海军的舰艇 有意思是没有防空飞弹 对 像我们的陀江舰 像我们的光六飞弹快艇 像我们井江极舰 都是没有的 甚至于我们潜舰都可以用 是吧 潜舰浮出水面的话 潜舰可以用这个 不是 听我讲 它是浮出水面以后来警戒 对空警戒 就是 这一型的这个防空飞弹 它是 没有雷达 它是在目视范围里面 短 你看到我就把你打掉 那它是用什么导引呢 红外线 红外线 OK 所以就看到哪里 就打到哪里 OK 比如我那红外线 准心瞄到哪里 就打到哪里 它原则上是两个人 两个人在联合操作 一个是观测手 一个是发射手 但是一个发射手也可以 那我们国军配备这个武器 未来在跟解放军 假设有短兵相戒 这个不确定的情况下的时候 它主要用在什么地方 张老师 我先把这个 再补充一下 宋老师所提的 就是这个刺针飞弹 它的威力 刚刚提到它的射程 4.8公里 4.8公里 它的速度是2倍马赫 2倍音速以上 2.5马赫 2倍音速以上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速度 先特别讲 当飞机飞到这个高度 4.5公里的高度 它快不了 4.5公里快不了 没办法超音速飞行 它有难度了 这个时候呢 这么快的飞弹 几乎是抓到就打到 OK 那刚刚宋学长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刺针飞弹 它在HIT 在命中的时候 我们叫做子弹打子弹的概念 就有点像南截弹道飞弹 是我直接命中你 它是用红外线直接命中 他直接命中的方式来打的 那加上它的Wordhead 跟它的3公斤的弹药的爆破力 那个是非常的强的 所以 所以 这一个东西在运用上面 我刚刚提到低空 坏速 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它是在我们防空作战的最后一块拼图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以前在防空作战近距离的时候 譬如说 以文明中科院讲的 那个陆用的天剑一型飞弹来讲 大概可以到10公里 但是因为它的重量 跟它需要一些射控的系统 来雷达去辅助它 所以必须是车载式 虽然可以连发好几发 比如说4发或8发 但是它的轻巧度 就不会比次阵飞弹这么容易 那刚刚提到 为什么我讲它是最后一块拼图呢 譬如说刚刚讲 我们这次采购的是海军 海军它主要的目的是 对于一些防空能力较弱的 应该讲无防空能力的舰艇 捕捉它防空能力 OK 捕捉它防空能力 或者海军陆战队 在刚刚登陆滩头之后 没有足够的空中防卫能力 来捕捉它自己空中的防卫能力 以这个概念上 我们来用这个刺针飞弹 所以说刚刚已经提到 刺针飞弹的战机 是这么的好了 那我们现在如果把整个 台海保卫战的空战的 把它整个再拉大 我跟你讲最后一块拼图 我们一开始一定是用弹 飞弹做第一道的拦截 接着是飞机拦截 那以前呢 也许我们鸡弹会几个波次之后呢 到最后的时候 以前我还在当兵入武受训的时候 就叫做枪炮 OK 单兵作战 枪炮 我想有些当过兵的 应该是要有联想操演吧 单兵又有联想操演 步枪对空射击 应该都有做过 我们都做过嘛 我们都做过这个嘛 那个是个很悲哀的事情 那真的是很悲哀 因为讲真的 枪炮可以打飞机 你要很精确 你第一个 你不小心打到飞机员 或者你真的精准地打到油箱 才有效果啊 不然其实打个弹 飞机照样飞啊 那是 那是很脆弱的事情 所以当现在有了 我们如果刺针飞弹 可以在我们 在我们国军普遍的 这样部署的时候 现在是海军嘛 那我们的战力会强很多 那以前为什么美国不卖我们 因为怕被恐怖主义的 哪去用 他如果打迷航机也可以啊 那这个 现在他愿意卖给我们 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他对台湾自我防卫的重要性的凸显 是 第二个呢 我们两边的信任度增高 OK 他知道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流落到外面去 去做其他的用途 那我想 这个对我们防空是很重要的 当然 我也鼓励中科院 现在拿到了赤真飞弹 我们好好看看他怎么做的 怎么办法建议啊 是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自己做这个东西 我们刚刚讲 我们现在做的是车载型的 是 还没有到单兵 他只有15公斤 非常精小 老师我请问你问你 假设我是一个解放军的直升机的飞行员 是 我飞到台湾的附近看到 我被这个我们刚才的赤真飞弹锁定 他可以知道吗 他说完全不知道 他突然冒出一个飞弹 他不知道 我讲一下赤真飞弹 他说我被锁定了 我可以反制你 我刚刚讲一下 我刚刚讲的天剑1型的路射型的时候 我提到他要射控系统 就是要有雷达 对 他就那赤真飞弹是红外线锁定 我有美国的朋友 美国的同学 他用过赤真飞弹 他在电话里这样跟我讲 他说 我在用赤真飞弹 我在打的时候 我是用耳朵听的 当我赤真飞弹的seeker 红外线的寻包t 锁定 开始抓到目标 我眼睛看到 用手机带着它锁定的时候 我锁定的时候 我会听到回波BBB的声音 OK 然后当我命中率越高 BBB声音 越急速越来越大声 这个是红外线的 OK 对方是不知道的 OK 所以他的驾驶员不知道 我被锁定了 红外线只是被动收 我收他的热 那很棒 那很棒的地方 是不是因为 他已经我们买到250克 所以中国知道了 他们就不会有飞机想赶过来 我们离我们很近的地方 我其实我也想拿这个 有时候中共的发言人 在发布新闻的时候 常常帮我们忙 也许这是发布了一个 1000架直升机工台 美国就赶快买一个 我们也说不定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就是 我就不许抽在一起 他是军售的这个 旁边敲边 对 我就说有的时候 人家叫租队友 张老师 这个有一个画面很有趣 这个很可爱 像个海豚一样 应该是叫做 蔡总统宣布的叫 藤云机量产 无人机电站干扰掩护 对底轰炸 麻烦我们时间不多 麻烦老师用两分钟 帮我们介绍说 这个东西到底 它未来在作战中 它的价值意义是什么 我们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一般讲起来 所有无人机 大概有几个重要用途 第一个用途 第一个用途就是侦查 是 第二个用途就是中继 什么叫做中继呢 就是我通讯 我没办法到那么远 转播站 转播站 第三个用途就是 军事用途的攻击 它可不可以干扰 假设我用这个干扰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攻击就包括 电磁作战的干扰 也包括真正 譬如它可以挂弹 都可以 那我刚刚提到 我们中科院的强项 无人载具是一项 这就是无人载具的一个 它是属于大型的 那 不过我对蔡总统讲这段话 我因为虽然我离开军中 稍微久了一点 这个东西是很好的东西 但是马上成军 这可能有点落差 郑继文也有这个说法 郑继文他也说 很像有点 这有点落差 他就幕僚提供给总统的资讯 稍微 有点落差 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们中华没有的国金 相对于解放军要政治正确 这点我们不一样 是 我们踏踏实实的 做好每件事情 我们今天这个东西要成军 什么叫做成军 我们讲这个装备的战绩要先建立 这个装备的战术要成型 这个装备的整个编装要完成 这才叫成军 像我们最近的P3C成军 不是P3C飞到台湾我们就成军了 我们对装备的战绩 我们怎么去应用P3C战机 这个要OK P3C应用的战术要OK 整个编装补给都OK 那才叫做成军 那我们还要等多久 他才可以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 中科院要开始量产 不是大问题 这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个 军方的刚刚这些东西 那需要点时间 我们以Apaq为例子 Apaq不是闹过两个新闻了吗 一个是惠客的新闻 一个是摘下来的新闻 最精彩成军 为什么搞那么久 因为我刚刚讲的战绩 战术 专备跟整个后勤普及报价 这个系统成立 所以我们当我们中华民国国际 跟你讲我这个东西 担任战备的时候 绝对不是像解放军 他们讲猎装就好了 他们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OK好 司机我们时间不多 麻烦你20秒钟结论 就是我每次跟两位专家同台之后 我都觉得 对我们的国防超有信心的 而且今天看起来 那个刺身飞弹250枚运来台湾 感觉好像我们对于远程的 忠诚的 就算你近飞过来 我们都有 我们都有那个坚强的那个网状的 天空中的那个网状可以挡住 感觉上心里安乐不少 OK 松大哥那麻烦你做30秒钟结论 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有坚强的战力 是 然后环石是对方的这个打手 他讲的话又不要去相信 当做是笑话 OK 好 这个今天的结议 我还是用一个呼吁和平的一个小广告 来跟云友们做分享 这是一个国际的反战组织 他们做的广告 当你把一个手榴弹的这个隐性 不能拿掉的话 多像一杯咖啡杯 怕掉战争的隐性 希望双方的领导人 多一些理性 多一些智慧 多一些同理性 坐下来喝杯咖啡吧 当然这杯咖啡未必那么好喝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有个网路上的小笑话说 人生就像是个茶几上面摆满的悲剧和餐剧 这是最糟糕的状况 我相信 台湾跟大陆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找到一个和解的大咖啡 我是一片云 天空是我家云端最远线 免疫同时间云端 再见 谢谢三位 谢谢